我爱了我让你帮我看了鱼都看不好 鱼还被猫吃了 以后你就跟猫挂吧 咱们分手吧 别呀小胖熊 兄弟们现在小胖熊和我分手了 本来我还想挽留 可是你们看看他把家造成什么样子了 结婚照还有结婚证 他全都给我拿出来丢了 而且他还说明天让我去民政局 把手续办一下 想起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见小胖熊 第一次给小胖熊表白 第一次给小胖熊求婚 第一次去民政局领政 第一次带他出去玩 第一次当爸爸 这一路走来都有你们见证 也确实不容易 兄弟们既然他无情无义 那我就放手吧 从今天开始我又是单身艺人了 我现在来到了理发店 决定从头再来 老板把你们的色板拿过来 我看有没有好看的 兄弟们你们说我应该染个什么颜色的头发呀 这么多颜色兄弟们 这一个黄色的怎么样 特别帅救他了 兄弟们现在已经开始了 期待我的蜕变吧 我必须会让小胖熊后悔的 兄弟们我的头发现在已经染好了 也不知道小胖熊会不会后悔 既然咱们现在已经单身了 那我现在就直接开车 出去散散心 走兄弟们 兄弟们这个奶菜店 是我和小胖熊经常来的一家 咱们进去点一杯奶茶喝吧 兄弟们这三杯都是小朋友之前最喜欢喝的 我今天全点了一遍 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算了既然都已经分开了 那我就全部把他们喝掉吧 兄弟们 这是我们经常一起散步的公园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前面那两个人是谁啊 兄弟们 看背影 怎么这么像小朋友 不行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我去 这不是导弹鬼吗 他拿着花干什么 他这是要给小朋友表白吗 兄弟们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不会这么快忘掉我吧 他不要这个导弹鬼的花 可恶的导弹鬼肯定是强迫小朋友的 不行 我必须得过去啊 导弹鬼 你干什么呢